Hello 欢迎准时来到安地秀的人气直播美味秀 今天呢我们准时六点钟跟大家见面 今天周末呢先预祝大家周末愉快 然后同时间呢我们现在呢在等着我们的网友们 粉丝们还有我们的同胞友们陆续进来啦 然后呢我现在呢先用我妈咪的电话哦 先去帮她share给她的那些粉丝们先 不然的话呢等一下哦就不好意思 如果有漏掉任何的朋友 然后我们现在呢如果你现在刚刚在线的话呢 记得帮安地秀share like跟share哦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在准备着我们的那个葱蒜豆腐 妈咪说呢因为这道菜啊之前已经呢教过大家煮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会专注在我们的新菜色 还有哦我今天去买的那个老虎侠非常非常大致 等一下呢我就在线的话我就秀给大家看 我们到底呢今天买到的老虎侠到底多大致 我自己看了还拿我的手去比一下 真的真的很大致 然后呢今天星期六虽然预祝大家呢周末快乐 然后呢我们陆续的我们的网友们啊陆续的再进来了 哈喽卡门 终于到了 等到现在你看他几会他几会哦 讨我们安地秀的欢醒妈咪 安地卡门讲他从早上八点等到现在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看到安地秀呢 先把我们的这个葱蒜呢豆腐呢 把它煮好过我们先上盘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安地秀等一下你要煮什么 咖喱坏 妈咪讲哦今天呢要煮我最喜欢吃的咖喱鸡 然后呢我相信很多网友哦 在我们的直播前呢很久没有看安地秀呢煮咖喱鸡了 不用担心等一下呢我们就在线呢煮咖喱鸡给大家看 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我很爱吃的就是我们的 哎我们的那个 Soton我们的Soton 因为今天Soton这么不要炒 妈咪讲 妈咪Soton明天才炒哈 妈咪讲明天才炒 我们今天就煮我们的侠是不是 妈咪 卡门讲 哇 Tiger Prom yummy 然后卡门讲他其实也是很喜欢吃我们的那个老虎侠 然后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的网友们呢已经陆续进来了 我们的Michael Jess也进来的 Carmen Rain 然后呢我的大我的二姐也进来的 Ashley也看到你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的妈咪哦 刚煮好他的葱蒜豆腐过后呢 Auntie秀你现在要煮什么 炸一下马铃薯 炸你的马铃薯哈 给大家看一下Auntie秀呢讲他要先炸马铃薯 妈咪我印象中哦你每次煮那个咖喱鸡哦 很像很少煮在我们面前呢炸那个马铃薯的咧 好像每一次都是炸好了是吗 很像是哦 登登登登 我们呢刚刚呢快速的把我们的葱蒜豆腐呢炒起来 然后在旁边备用了 刚才呢可能有朋友想知道这道菜怎么煮对不对 就是呢我们先放我们的那个蒜头啊 然后呢还有我们葱蒜呢下去爆香 然后过去加我们的Carrot然后加入我们的那个豆腐 还有我们的肉碎呢一起翻炒 然后呢调味味噌盐调味就可以了 好妈咪这个你有加蚝油吗 没有哈就是味噌跟蚝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今天呢味噌跟盐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煮菜啊 就是我们今天煮我们的咖喱鸡 啊咖喱鸡然后呢香喷喷的咖喱鸡我相信呢 已经很久呢没有呈现在我们的这一个直播前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让安提秀准备着我们的一锅的油 然后呢安提秀说呢现在呢要准备炸我们的potato 我们的那个饭这个叫什么啊马铃薯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看到安提秀 我们的马铃薯呢快速下锅下去油炸 哈喽韩小春看到你了 有没有看到我今天的那个整个friend page哦 有换一下我今天呢放了安提秀的人气直播 美味秀的卡顿 然后呢这卡顿很可爱哦 然后呢我姐姐讲这卡顿哦太年轻了 画到不是很像妈咪 我讲不要啦妈咪要画年轻一点 妈咪讲我妈咪你要画牢牢的还是画年轻一点的 妈咪要讲卡顿像鲜蛋 妈咪要讲卡顿像鲜蛋哦 其实那卡顿是年轻版的妈妈 然后我们现在呢把我们的马铃薯呢下锅下去油炸 然后呢同时间在我们等待我们马铃薯熟透的情况呢 安提秀呢通常会建议大家 在炸的时候呢记得要用中火慢慢炸 妈咪先生又安提讲哦 她现在很很多东西要看了 她讲她来了 她讲看一半表弟煮意 然后一半看熟熟姐 哈哈哈哈 我妈咪呢也是很想看表弟煮意的 因为呢大家可以互相学习互相缺瘦我们的煮意啦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的马铃薯呢下锅油炸 然后今天呢煮我们的咖喱鸡 当然咖喱鸡少不了什么就是少不了我们的 然后呢咖喱鸡呢我三姐下来写嗨 杰西金也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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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小春看到你了 Gregory也看到你了 我们今天很可爱的 人气直播美味秀的卡顿呢 第一次呢呈现在我们的镜头前面 然后我们今天呢 我们就要准备我们的咖喱鱼的 咖喱鸡的酱料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咖喱鸡呢 相信呢之前都看过Auntie秀主哦 不是咖喱黑的 不是咖喱黑的 当当当当 妈咪 为什么这个有多一个200g的 奇怪 哪里 有free 200g 有free多一个 诶奇怪哦 怎么上次买的时候没有发现到哦 我们今天呢放的 咖喱鸡哦 有放多一个20g的 然后呢 在线的网友们呢 你在线呢 看着Auntie秀主的同时呢 记得帮Auntie秀选like 然后呢 我们让我们更多的网友们呢 一起学习煮饭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秀的左边的锅呢 它就加入我们的小葱头 小蒜头 然后呢 蒜米小辣椒呢 下去爆香 然后加一点油下去爆香 然后同时间呢 我们这个的potento啊 你看到吗 我们现在呢 就快速让我们的potento呢 煎到 煎到 煎到它差不多熟透的时候 我们就 妈咪呢 说呢 不需要煎到熟透啊 就是煎到呢 看到它已经有呈现一个金黄色的表面啊 在我们的那个potento的外层就可以了 哈喽 凯月 哈喽 John Tiffany 看到你了 今天有没有看到我们右上角一个很可爱的Auntie秀 Auntie秀讲哦 这个太年轻版了 她说要做老一点了 欸 妈咪不要啦 我们就做年轻版一点的Auntie秀啦 然后做太老了 然后人家讲 怎么这样老了 所以Auntie秀呢 还是回归 回归我们青春比较好 然后肯月讲 卡顿Auntie秀 so cute啊 哈喽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这个potento呢 放下去慢慢的去煎它 看到吗 我们呢 就慢慢煎呢 煎到呢 它差不多表层呢 有一个金黄色呢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同时间Auntie秀呢 省略我们的锅 省略我们的时间 看到我们的旁边这边 加入了我们的小葱头小蒜头 然后呢 加入我们的辣椒 然后呢 加入我们的油啊 这样子下去爆香 妈咪呢 还像刚加了我们的 当当 加入我们的那个 咖喱叶 下去爆香 我们A1的咖喱阿样的 即食酱料呢 往下去煮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加入我们的咖喱阿样的酱料 所以呢 让你轻轻松松 真的不会煮咖喱酱 也不用紧 然后呢 可以买你喜欢的口味 喜欢的即食煮料呢 在家简简单单 开始动起来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有陆续呢 更多的朋友呢 在线哦 记得要帮Auntie秀 like跟分享哦 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们呢 一起学习厨艺 然后呢 在家也可以上轻松松呢 煮到每一道的美味 给你的家人们吃 哈喽Henry 有看到Auntie秀的卡顿 可是很年轻的哦 有 其实呢 我有偷偷呢 有画了那个 它的皱纹在上面 只是呢 不明显 所以呢 这个就是看你多会看细节了 这个是Auntie秀的 年轻十岁的版本 哈喽Henry讲哦 以为是阿仙来的 阿仙来的 我跟他讲 这个是年轻版本的妈咪 不要放太老 太老的妈咪没有人看 阿仙来的 妈咪 其实还有画一个年轻版本 跟一个老的版本 老的版本是你来的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这个 Potato呢 放下去了 然后呢 我们旁边呢 刚才已经爆香了 我们的酱料 给大家靠近一点看哦 给妈咪 给大家看一下 你刚才放了什么 Auntie秀呢 刚才就放了我们的 咖喱 咖喱酱料呢 当然同时间呢 我们刚才之前呢 放咖喱料 要计时酱料之前呢 我们已经放了我们的 小葱头 小葱头 灌米去炊 还有呢 还有啊 哈喽 葱 看到你了 然后呢 我们该放了我们的小葱头 小蒜头呢 去炊 然后呢 就加入我们的辣椒 然后呢 就这个我们的油呢 一起爆香 然后过后呢 爆香好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咖喱叶 然后加入我们的咖喱 亚的即时酱料 我们今天用的是A1牌子 一整包 然后呢 就放下去爆香 然后我们就放入我们的鸡丁块 下去均匀炒拌 然后我们就在这一边呢 就盖上锅 让它慢慢的焖煮 然后同时间呢 你看到我妈咪吗 妈咪呢 现在呢 就在扎着它的 煎着它的那个 Potato 然后这Potato呢 看到我们有一个薄薄一层的 那个黄金色呢 我们就可以上桌备用 然后我们现在呢 快速的把我们的Potato上桌 妈咪 Henry问你 你有卖咖喱粉吗 可以吗 我们买衣食的可以吗 Henry Aunty秀呢 每次呢 他就很简单的 就会想呢 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啊 更多的不会煮的新手们呢 然后呢 也可以轻轻松松 在我们的超级市场啊 买我们的即时酱料啊 可以在家轻轻松松煮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不会煮咖喱酱料的 没有关系去买A1牌子啊 可是我觉得so far 我吃到比较好吃是A1牌子 如果你本身在家有吃过更好吃的牌子呢 记得给我们分享哦 所以呢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 哈喽 苏清姨Aunty 看到你了 SenseiLeoAunty 看到你了 熊讲很漂亮的Aunty秀 然后呢 我们熊讲 我来了 二姐说我来了 然后呢 我们等一下 还有Tiffany讲 嗨 我也在吃咖喱鸡 诶那么巧啊 Tiffany也在吃咖喱鸡 她讲辣到飞起 她讲 哈哈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y秀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咖喱鸡呢 加入了我们的即时酱料啊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鸡肉块 下去均匀炒饭 然后呢 当然我们刚才加了一点什么 妈咪该加什么调味料 先拿个小葱头 蒜米拿去酥 所以你要拿去锅 然后也很好 然后妈咪呢 刚才跟我们说呢 我们加了小葱头 小蒜头呢 下去中了过后 我们去爆香 爆香后呢 我们就加入 然后我们还有加辣椒 一点辣辣香香的 然后加了辣椒呢 爆香后呢 我们才加入我们的即时酱料 跟我们的咖喱叶下去爆炒 然后呢 才加入我们香喷喷 要煮到香喷喷的 鸡肉块下去炒 然后呢就这样子 每隔你大概两分钟呢 就大概焖煮它 然后去翻一下 然后呢我们的那个 煮我们的那个咖喱鸡呢 最重要呢要有耐性哦 因为Aunty秀说呢 尤其是新手们 千万不要超值过期呢 一直用大火去炒它 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啦 用中火 然后慢慢炒 然后慢慢呢给它焖煮 然后看到吗 全程呢Aunty秀是还没有加水的 先让它先炒香 对吗妈咪 然后我现在旁边都吃到 很香很香的那个咖喱的味道 而且呢今天咖喱的妈咪 放很多很香耶 还很辣 还很辣 妈咪讲哦等一下会很辣 对吗 妈咪为什么等一下会很辣咧 因为有放小辣椒 你有放小辣椒 因为妈咪讲哦她喜欢这个咖喱呢 是辣辣香香的 我们今天呢很久没有煮我们的咖喱鸡了 在我们的镜头前面呢 再次呈现给大家看 然后我现在呢 在整着Aunty秀在门煮的同时呢 如果在线的朋友啊 今天看到呢Aunty秀煮的咖喱鸡很好吃的话呢 记得呢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大家一起在家学煮咖喱鸡 然后呢我们香喷喷的咖喱鸡呢 现在已经开始看到吗 有出水了 Aunty说呢 这是正常的 妈咪需要再加水吗 要啊 不是现在哦 Aunty秀呢 说呢先让我们的去翻炒再翻炒呢 让到它的整个味道呢提味过后 我们才加入我们的水 然后我们现在呢 加入我们Potato Hoa呢 Aunty秀呢 就把我们呢 适量的水放下去 然后呢 就让我们的咖喱这样子呢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焖煮 妈咪 SuchiliAunty讲 前面没有看到哦 SuchiliAunty 前面是 前面炒的是我们的 那个葱蒜豆腐 上次你看过的没有关系 等一下看重播可以看回去哦 Henry 谢谢你 帮我们写A1牌子 OK 然后呢 真的呢 第一次呢 还没有看过Aunty秀煮咖喱鸡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呢 我们今天呢 就现场呢 在我们的Facebook直播呢 煮给大家看 然后呢 希望你呢 喜欢吃咖喱鸡的你 记得 在家看的这道菜过后呢 可以动手煮起来 然后呢 SuchiliAunty说呢 这边下大雨 口水又长流 可惜今天吃摘 午餐吃摘 咖喱面哦 SuchiliAunty 我也是很喜欢吃摘咖喱面耶 我觉得 可是Aunty秀今天哦 我们的咖喱鸡是配饭吃 然后呢 我看到二姐讲 二姐讲logo很好看 叮叮 然后呢 我们还有我们陆续的网友们呢 Roof看到你了 郭兆恩看到你了 Coco也看到你了 看到你了 妈咪 先生亮讲哦 他比较喜欢呢 自调辣椒酱 对啊 先生亮Aunty我跟你讲 妈咪也是很喜欢自己调那个辣椒酱的 可是我跟他讲 妈咪 不用这样复杂啦 我讲 你做那个辣椒酱的话呢 你还要另外呢 再开多一个直播的section哦 是给你的网友知道 怎样做这个辣椒酱 要花费跟耗费耗食呢 很多时间 我说呢 我们先开始用我们的即食煮料啊 先教我们的新手们呢 怎样简简单单在家里动手煮起来 而且呢可以轻轻松松煮起每一道家阳 就很像五星级饭店的那个水准的时候呢 到时我们再另外呢 教大家怎样煮酱料 然后呢 Tiffany讲 不要煮太辣 吃到很痛苦 她讲她的眼泪鼻涕一起流 不要担心我们家的人哦 超爱超爱吃辣 连我的那个brother-in-law 我的姐夫呢 不吃辣的朋友啊 都已经开始了 已经训练到很爱吃辣了 我觉得我觉得 没有没有到辣的感觉 又好像吃到不爽 先生亮Aunty 下次跟我妈咪分享你怎样自己自制你的酱料 我们也是很喜欢 我妈咪以前煮咖喱酱料的时候哦 她没有像现在这样时尚的 她会跟我讲 哎呀要去买咖喱粉 哎呀要去买那个咖喱的一些酱料下来自己煮 我讲妈咪不用这样麻烦了 我们先用那个即时煮料先 我讲 我讲不然等一下你回去过后我也是不会煮了 所以我就跟她讲 这样我先去买即时酱料来学先咯 她讲OK 所以呢这个时也是为什么呢 在镜头前的你啊 每次看到Aunty秀呢 都是用我们的已经买便便的那种即时煮料呢 在我们的镜头前面煮给大家看 其实呢都是因为她的女儿不会煮那个酱料哦 所以她呢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呢 教我们新手们煮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咖喱鸡的颜色有没有很漂亮 妈咪你煮的咖喱鸡的颜色很美叻 有美吗 妈咪你有美吗 你看妈咪很好笑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的咖喱鸡呢 陆续改我们加了适量的水过后呢 我们就慢慢的慢慢的呢要去焖煮它 焖煮到呢他们已经全熟了全部入味的过后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咖喱鸡呢 在我们的镜头前面啊的颜色有没有很漂亮 妈咪我现在把我的相机放在你的上面了 我怕我的相机很热 然后我们现在呢Auntie Sue呢就开我们的中火 中下哦中下的火呢慢慢的焖煮我们的咖喱鸡 然后同时间呢妈咪已经要煎什么蛋你还记得吗 妈咪说呢今天要教大家煎什么三色蛋 Jazz你来对时间呢Auntie Sue呢 现在刚刚要进入我们的煎三色蛋 相信呢之前有一只在留守着Auntie Sue的直播的朋友呢 知道Auntie Sue呢其实她都有蒸过我们的三色蛋 然后今天呢很特别的就是呢Auntie Sue呢 会为大家蒸三色蛋不是哦 今天呢是煎我们的三色蛋 我问妈咪 妈咪你今天第一次哈尝试这个菜色你会紧张吗 OK哈 妈咪讲OK了 所以呢喜欢吃三色蛋的朋友 你还有多乐一个另外一个选择就是 我们今天来煎我们的三色蛋 然后我们现在呢当然三色蛋有什么 我们就准备好了我们的咸蛋 然后呢准备好了我们的皮蛋 当然也准备了我们的黄蛋啊 妈咪呢 妈咪黄蛋不是黄发蛋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看到Auntie Sue呢快速的打散 我们的我们的黄色的蛋呢都过后呢 整个蛋花就导入我们的我们的已经有点余温的这个 呃那个油里面呢放下去哦 妈咪很像看头油的感觉咧 妈咪很美的这颜色 然后我们今天呢要煎什么 煎我们的三色蛋 然后Auntie Sue呢就这样子放下去 妈咪我有一点紧张咧 你今天煮三色蛋哦 我没有看过你煮过咧 这样我等下知道 怎样知道你煮成功还是不成功咧 我跟妈咪讲 妈咪你煎三色蛋哦 我第一次看咧 所以呢到底那个蛋有没有煎成功 我们其实不懂 所以呢就看我们的网友们呢 到底喜不喜欢这个煎三色蛋的做法 然后呢我们就刚才倒了一层 薄薄的那个黄蛋下去呢 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切片好的这个咸蛋也放下去 然后呢也把我们切片好的皮蛋放下去 妈咪这颜色很美咧 我要过滑膀一定干掉 然后呢妈咪呢说我们就把我们的皮蛋啊 还有我们的那个咸蛋啊 我们就这样子切一片一片的 然后呢我们就放在我们的煎蛋的上面 然后就这样子呢慢慢的摆上去 当然Jazz如果你跟我一样哦 是不大会煮这道菜的话呢 可能用筷子不要用手嘛 妈咪免得练铁砂掌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皮蛋 还有我们的咸蛋呢放上去过后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呢 把我们刚才打好的蛋花 盖上我们的皮蛋还有我们的咸蛋 然后如果喜欢吃三色蛋的朋友呢 可以尝试这道菜哦 我们的煎三色蛋 那我觉得这道菜非常的特别 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 可能也没有试过煮这道菜 其实我本人呢也是第一次看我妈咪煮 所以呢我觉得呢 妈咪真的是有我们的创意精神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创意 除了创意俱加之外呢 Auntie Sue还有勇于尝试的我们的一个精神 然后我们现在呢加入了我们的咸蛋 皮蛋还有我们的剩余的蛋花过后呢 我们就要慢慢的中火慢慢的去煎它 记得Auntie Sue呢刚才跟我们讲 妈咪这个蛋可以大火煎吗 妈咪说呢跟平时一样哦 这道菜呢记得不要大火煎 因为呢你大火煎的话呢 这道菜呢就会黑掉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煎三色蛋呢很漂亮哦 在我们镜头前面 妈咪先生梁讲哦 自己处理辣椒干哦 没有这么毒咧 所以她通常都是呢自己煮 而且是她的妈咪家传的耶 那个辣椒 哇厉害咧先生梁Auntie 哈喽BK鸡蛋家族 Henry夹 其实会有Auntie Sue的家产版直播 这样那个传统的咖喱和酱料的做法呢 好想知道传统的味道是怎样的 Henry 你不用担心 等我学会了我的煮法过后呢 我再叫Auntie Sue再upgrade版 哈喽我们看到我的二姐夫也上来了 今天呢大家来学这道菜 煎三色蛋 Henry 在KL有吃过这道菜吗 我知道KL很流行吃三网糖 你们叫三网糖 我们叫三色蛋 然后今天呢 Auntie是用煎的方式来煮这道菜 所以我觉得喜欢吃蛋的朋友 我们的蛋蛋家族呢 非常爱这道菜 所以你还没有煮过这道菜的朋友呢 你又喜欢吃皮蛋呢 然后如果你又喜欢吃咸蛋的话呢 你在家可以尝试这道菜啦 而且我觉得这道菜很特别 我觉得很多人呢 可能在家可以尝试煎了过后呢 你可以tagAuntie秀 你可以hashtag呢Auntie秀 所以呢Auntie秀可以看到呢 你在家勇于尝试的同时呢 他自己很欣慰哦 因为呢很多粉丝啊 网友们呢 看了他的直播后呢 也陆续的在学习 怎样每一天煮一道新的菜色 而且呢大家都勇于尝试呢 互相切磋 然后互相呢 分享更多的美味佳肴 然后我们今天呢 看到Auntie秀哦 你看到Auntie秀今天很斯文 妈咪你今天没有向上平时 这样子翻了哈 有啦等一下 有哈不是现在啦 有啦 还没有熟 还没有熟哈Auntie秀说呢 等一下我们还是会有我们的 绝技哦 就是Auntie秀呢 教大家轻轻松松 用我们的那个盘呢 然后翻过来 妈咪我觉得这个蛋等一下 要翻不容易耶 会吗 应该会 应该会不容易翻耶 我觉得 很美咧下面 OK大家看一下下面 很美咧 妈咪看不到你太快了 然后我们今天呢 第一次在我们直播前煎我们的三色蛋 然后相信呢 大家看了这道菜呢 可以在家勇于尝试哦 然后呢 妈咪现在要秀她的绝技了 嘿 哇 我看一下后面是长什么样子的 妈咪你的后面 那个蛋的后面很漂亮了耶 登登登登 看到吗 我们的三色蛋呢 已经翻了过后呢 有一个刚才我妈咪讲哦 有一个皮蛋呢 刚才呢 它着裸了 就是它跑路了 妈咪是吗 着裸叫跑路是吗 妈咪 这道菜的广 啊 附近话叫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我们广东话叫 山王蛋 华语叫三色蛋 所以附近话叫什么 沙西冷 啊我们叫沙西冷 这个是妈咪讲的 还不是我讲的 我跟妈咪讲 附近话讲 只讲妈咪自己 讲讲一下 叫沙西冷 有没有很漂亮啊 我们的这个今天三环蛋呢 我相信呢 大家 然后呢 我们相信 我们今天这个三环蛋呢 呃 接这个三色蛋呢 希望呢 很多吃蛋的朋友 这道菜呢 可以让你终于踏出第一步呢 在家尝试煮 当然呢 我也是建议大家 尤其是新手们呢 煮这道菜的时候 记得带阿姨秀 因为呢 阿姨秀会很开心 看到他的粉丝们呢 陆续的学了 看了直播过后 也在家开始 动手煮起来 然后呢 我们现在看到 更多的网友们呢 陆续进来哦 妈咪 秀秀讲 他也是第一次看到耶 然后先生里面讲吼 先生里面讲吼 又学了一招 大厨师用手才高比 哈哈哈 可是先生里面 阿姨 我跟妈咪讲吼 不要常常习惯用手 因为呢 这个是不好的示范 不要在我们的节目前呢 直播前呢 教大家炼铁沙掌 妈咪 你还要再炼铁沙掌吗 不懂吗 妈咪还要炼铁沙掌吗 妈咪 你已经忘记做一件事情了耶 我跟你讲 妈咪刚才呢 忙煮到现在 忘记跟大家打招呼 然后呢 阿姨秀呢 刚才跟大家打招呼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刚才这样 陆续在旁边 你们煮的这个咖喱鸡呢 已经开始呢 滚了 然后我们继续的让他们煮到入味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三色蛋 有没有很漂亮 如果觉得阿姨秀呢 煎这个三色蛋很漂亮的放下面呢 就跟阿姨秀写 一一一一 我们写一一一一 No.1 No.1 阿姨秀呢 第一次在我们直播前面呢 煎我们的三色蛋 然后杰说很美啊 然后杰讲哦 妈咪 加一点葱花更美 等下阿姨秀呢 会拍照 加一点葱花给你看 OK吗 妈咪 杰讲的话 你在上面撒一点葱花 拍出来 可以更漂亮 然后呢 然后 Michael讲 然后呢 阿姨秀呢 每天在我们直播前面呢 练我们的铁杀站 我要换回来了 妈咪 Michael写一一一一 如果呢 觉得阿姨秀呢 这个蛋煎到很漂亮 记得给阿姨秀哦 一一一一一一哦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蛋呢 翻好了 诶 看一下 诶 很美嘞 妈咪哦 特地呢 又翻过来 给我们看一下 到底后面呢 煎到怎样 真的是很漂亮 很美哦 妈咪 美吗 你自己煎到 OK啦 给自己几分 那妈咪很紧张 你看 我们今天的这个蛋呢 是阿姨秀呢 第一次在我们镜头前面 示范给大家看 当然 刚刚亲爱的朋友 不用担心 因为呢 阿姨秀已经看得到 我们一盘的这个三色蛋哦 煎三色蛋哦 不够刺 Auntie秀呢 特别特别的 又帮我们煎多一盘哦 所以呢 刚才miss掉的朋友啊 不用担心 我们还可以看多复习多一次 妈咪 表弟烟味也是一样 他讲什么 我看一下啊 先生的 Auntie有些 也是一样用手 妈咪 他讲那个厨师那个叫表弟 表弟烟味的也是一样用手 我跟妈咪讲不要用手啦 那个新手们哦 等下学Auntie秀用手 你要烫到怎么办 我们安全地 因为妈咪的直播 开始入戏很多新手的来 询问了 Auntie秀啊 这个东西啊 不要这样子煮啊 这个东西啊 要不要震啊 这个东西啊 要不要打散啊 然后呢 当然我们最重要呢 提倡呢 当煮的时候呢 记得记得要注意安全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刚才已经打散好的 这个蛋花呢 放在薄薄的一层 在我们的大锅里面 当当 我们今天呢 这个这个整个感染 我们的Auntie讲哦 他没有看到前面 不用紧 Auntie你可以看回 重播了前面的话 然后我们现在呢 加入我们的咸蛋 然后呢 咸蛋呢 下锅呢 妈咪我觉得你那个 要弄一下嘛 等一下 看不到 哦 看到了 妈咪呢 要帮我走位一下 因为我看不到Auntie秀 的那个锅的样子 妈咪 苏其力Auntie讲 美女 这叫 这叫 华硬马蛋 什么叫华硬马蛋 三色 3P 3P啊 怎么会叫 华硬马蛋呢 因为我们玩红包玩3P 还不是3P 哦 3P 哦 3P 三大明珠 原来这道菜 其实我可以叫他叫做 煎 煎三大明珠哦 哈哈哈哈 密封是好的还是不好 煎三大明珠 人家听起来 那个名字怪怪的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加入我们的 咸蛋啊 皮蛋啊 我们就这样子切片哦 然后就放下去 看到吗 我跟Auntie秀讲哦 你看又用手了 记得哦 新手们 在家呢 不要写Auntie秀哦 Auntie秀呢 每人在家有练铁砂掌的 所以呢 你们记得在家 不要练铁砂掌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皮蛋呢 已经陆续下锅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皮蛋放下锅后 妈咪不要切切它 啊 这样美美放下去 表面 对要断了 然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皮蛋呢 摆着美美的 然后放下去 有没有觉得整个颜色很漂亮 有黄色啦 白色啦 有我们的那个 brown color啦 有我们的gray color 所以整个感觉看起来哦 就像我们的苏吉利Auntie讲的 我们的 华印马蛋 我们叫三大民族啦 比较好听一点 我们三大民族哦 今天我们就煎 我们的三大民族 当然在家呢 第一次煮这道菜的朋友啊 记得记得 要很小心注意安全哦 因为Auntie秀呢 常常在家煮饭 妈咪也看不到你倒耶 我看不到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已经把我们的这个蛋花呢 陆续的盖上我们的皮蛋啊 还有我们的咸蛋 然后呢 如果Auntie秀会建议大家 我们的这个蛋呢 记得呢 要煮 煮水煮过后呢 才放下去呢 切片了 然后放下去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 让它慢慢的煎 记得不要开大火 如果你开大火的话呢 等下你的下面哦 就黑焦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三环蛋呢 在煎的同时 你看到吗 我们的咖喱鸡 已经差不多呢 已经半成品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我们的咖喱鸡呢 闷到呢 已经开始入味了 然后Auntie秀呢 我们现在要测试一下 我们的三色鸡 怎样啦 欸不是三色鸡 我们的咖喱鸡 哈哈哈哈哈哈 妈咪 我们今天煎三大民族 我自己都会讲 咖喱鸡变成三色鸡啊 哈哈哈哈 然后我觉得哦 在那个直播前的 网友会在那边笑 我们今天Sentan哦 一直讲三色三色 我们讲我们的三大三大 然后我倒是又讲 我们咖喱鸡变三大民族鸡啊 然后我们咖喱鸡呢 是马来西亚的哦 必吃的一个道地的美食 所以呢在海外的朋友啊 如果你本身很喜欢 在马来西亚呢 又喜欢尝试呢 各式各样的那些小吃的话 尤其是吃鸡 喜欢吃鸡的朋友啊 来马来西亚的话呢 记得记得一定要点 我们的咖喱鸡来吃 为什么呢 因为马来西亚的咖喱鸡 是文明世界的 虽然呢 我们的这个咖喱鸡呢 跟我们的印度同胞煮的 可能会有点不一样哦 可是呢 马来西亚的咖喱叶啊 也是文明的 所以呢 大家读了去知道呢 有国外的朋友啊 来本地的旅游的话呢 记得要带他们去吃咖喱鸡 当然如果呢 你会煮咖喱鸡 当然是最好啦 它可以吃到我们住家口味的咖喱鸡啦 然后我现在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咖喱鸡现在呢 在我们的现场已经煮到怎样了 当当当当当 然后呢 我现在要打开这个盖哦 妈咪 我嗅到很香很香的 这个咖喱的味道 一直扑鼻而来 然后我现在呢 要走一个位置一下 因为呢 阿姨就在看一下他的鸡蛋 我今天呢 要拍两个锅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 我需要两家电话了过后 妈咪 Suchili 欸 Suchili auntie 然后Michael讲 哇 然后议会讲 妈咪 下次 Michael讲下次可以放头鸟蛋下去哦 妈咪 Suchili问你 你放了几粒蛋 问咱们 喂 外面打蛋打几粒啊 你们打几粒蛋下去 有网友问 我们打了四粒蛋 Suchili auntie 四粒蛋 哈哈哈哈哈哈 Suchili auntie讲 三粒蛋 这个叫三粒蛋 哈哈哈哈 妈咪 三粒蛋叫什么 妈咪在偷吃味道 然后我们现在呢 要加入我们的这个 椰浆 椰浆 然后呢 下去提味 Auntie Sue呢 之前跟我们分享过 椰浆记得不要放太多 妈咪 Suchili auntie讲 Suchili姐 你可以考虑出食谱了 好畅销 Suchili auntie 这样也出食谱 你可以跟Suchili auntie 联手 出食谱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这个 三环蛋呢 已经陆续哦 已经准备陆续呢 Auntie Sue呢 要翻了 然后我现在看到 我们的咖喱机 去看一下 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咖喱机 当当当当当 我们的咖喱机 有没有很漂亮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陆续的让我们咖喱机呢 我们已经搅拌均匀 跟我们的这个椰浆 这是Kaya brand的椰浆 然后呢 我们就让它跟我们的鸡呢 一起煮 一起呢 融入在我们的咖喱机里面 然后我们继续的焖煮它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一下我们的煎三环蛋又怎样咯 妈咪我今天很像感觉到 我在做两集这样耶 一集做咖喱机 一集做煎三色蛋 然后我们的Suchili auntie讲 这个是三皮蛋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 还有我们陆续呢 还有网友们呢 陆续进来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三色蛋 煎三色蛋呢 我们可以加入我们的黄蛋啊 我们的皮蛋啊 然后呢 加入我们的咸蛋呢 下去煎 然后auntie需要秀她的绝技 翻蛋 登登 有没有很漂亮 我觉得呢 每次呢 我看auntie秀翻蛋 我都觉得很疗愈耶 没有打我哈 没有没有没有 妈咪 我觉得每次看你咯 翻蛋都觉得很疗愈耶 而且呢 我觉得auntie秀翻蛋的技术很厉害 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什么菜色呢 除了煎三色蛋以外 妈咪 我们今天要煮什么 煮什么 煮什么 青龙菜 青龙菜 还有呢 还有 还有 还有我们的老虎霞 妈咪今天要煮什么老虎霞的口味呢 麦片 我们今天呢 要煮我们的麦片老虎霞 之前呢我们煮了干香的口味呢 今天我跟妈咪讲 妈咪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个香喷喷的麦片 A1牌子的麦片霞的那个味道比较香 所以呢我今天特别再去买了我们的老虎霞 妈咪 Jazz讲吼 她想到要煎这个三色蛋了 真的可以吃食谱了 有美美的蛋 我发现妈咪煎东西都很厉害 你们有发现到吗 如果你们发现到呢 Auntie秀呢 都觉得Auntie秀呢 煎到很厉害呢 给Auntie秀 饿饿饿饿饿 因为呢她很牛 饿饿饿 所以呢 如果你觉得Auntie秀每一次煎东西呢 煎蛋啊煎瑕啊 煎任何任何的东西呢 都觉得她很厉害的话呢 就给Auntie秀一个饿饿饿饿 等下呢她听回她的重播的时候 就很开心了 是不是 你看妈咪哦 每次呢在我们镜头和后面呢 一直偷偷笑 尤其是呢有人称赞她的时候 要谦虚的笑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着我们的三环蛋呢 在煎的同时呢 然后再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咖喱鸡 好了 妈咪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咖喱鸡 你要试一下味道吗 没有 试了啊 你试了味道了吗 试了啊 Auntie讲她试了味道 所以呢 喜欢吃咖喱鸡的朋友 如果你本身不喜欢那么多水分 也没有关系 也可以煮干的 只是说呢我们喜欢煮煮汤的 因为呢我们喜欢把我们的咖喱酱汁呢 淋在我们的饭上面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下我们的三色蛋呢 煎三色蛋煎到怎样了 而且我觉得哦 Auntie秀呢 煎这个三色蛋也是很漂亮 颜色很美 Auntie秀讲 煎好了 然后呢要翻一下 检查一下有没有美 呀 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三色蛋 漂漂亮亮的呈现在大家的眼前 哈喽 妈咪 苏琴力也是给你222咧 然后呢 KMV也是给你222 妈咪 这个叫做 学到反 J是什么 学到反蛋哈 然后呢刚才有一个 我们的那个security call我了 所以呢 我刚才那个电话线有点影响到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三色蛋 大功告成啦 有没有很漂亮 如果觉得Auntie秀呢 煎着三色蛋很漂亮的话呢 给Auntie秀 222 记得哦 给Auntie秀 222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秀20秒洗锅的同时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我们今天的 最 我的男朋友最喜欢吃的这个老母虾 到底有多漂亮哦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看了 我都觉得我该拿我的手去拍一下 都觉得很漂亮 当当当当 我们今天的这个老虎侠给大家看 我自己都吓一跳 而且呢 我刚才去买的时候哦 之前我跟Auntie秀呢 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就是加了我们的那个 什么米酒 还有我们的盐呢 下去给它浸泡至少要一个小时 然后给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老虎侠 几大只 我终于敢抓了我跟你讲 活的我不敢抓 妈咪真的很大只 我看了我都觉得很恐怖耶 看到吗 这个是我的手哦 然后这是我们的老虎侠 叮叮叮叮 我们今天老虎侠是不是很大只很恐怖 我刚才跟妈咪讲 他死了吗 他死了吗 妈咪讲 死了死了 我讲这个虾这样大只很恐怖 可是呢 我们家的小朋友哦 看了几开心 然后我的二姐夫还跟我讲 很想哦 拿这个虾去烤起司叮 他讲一下 妈咪的后面呢 切到这样漂亮看到吗 这是妈咪的刀工哦 很厉害 然后这个老虎侠呢 非常的大只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手 看到吗 我的手 他差不多呢 比我的手还长耶 我觉得 有吗 有哦 比我的手还长耶 妈咪这老虎侠 你这样一只大概多久 你刚刚一种 一只大概多种 一只啊 一只大概多种 应该有100g耶 有吗 80g 80g 我觉得 应该有80g 看到吗 我们今天老虎侠 不要错过了 刚才呢 Auntie秀呢 就用这个老虎侠呢 去炸给 然后炸了过 我们就煮我们的这个 麦片 酱料 我现在去洗手一下 不然呢 等下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电话呢 就会加入了我的那个 我们的整个侠的那个米酒 在我的手的味道 然后我现在 看回Auntie秀要煮什么 有了 登登 Auntie秀 你现在在做什么 Auntie秀呢 现在呢 就加入我们的油 爆香我们的蒜米了 然后呢 就要加入我们最爱吃的 最爱吃的这个青龙菜 咦 青龙菜呢 咦 青龙菜呢 妈咪的青龙菜呢 呈现在我们的镜头前面 妈咪 Ciu Chiu 韩小春 Jazz呢 都给你 二二 然后呢 Sensei and Auntie给你三星 然后呢 我们的Lolo给我们 二二二 然后呢 起司要开边 然后好过 耶 对咯 我的姐夫讲哦 放起司哦 放在那个大大寺的老虎下 他讲一定很好吃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青龙菜呢 放下去炒 然后我要把我的这个相机呢 放固定一下 不然我怕我们 镜头前的网友们呢 会有点晕哦 因为呢 我跟孩子拿来拿去 然后我现在呢 要把我这个镜头呢 调好一下 登登 OK吗 你们现在看到 孩子会晕吗 然后我现在呢 已经固定好我的菜哦 然后呢 帮妈咪打灯一下 我跟你说 妈咪呢 最爱呢 就是我们的青龙菜 放什么 我们的青龙菜呢 放我们的豆芽 然后相信呢 之前有看过Auntie Xiu 这样子炒的朋友呢 有炒过很好吃的 记得 你要记得 hashtagAuntie Xiu呢 所以要让Auntie Xiu知道呢 你自己也在家开始动起来 煮到每一道的好吃的料理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这个青龙菜 还有我们豆芽爆炒过后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味噌 还有我们的盐 记得 味噌跟盐呢 适量就好哦 千万不要放太多哦 不然的话呢 他就会盖掉我们原本这个菜的味道 菜的鲜甜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继续的翻炒它 加了我们调味料 盐 跟味噌后呢 我们就继续的翻炒 再翻炒 再翻炒 然后这道菜呢 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呢 妈咪 你喜欢吃青龙菜吗 还好啊 还好啊 你喜欢吃豆芽还是青龙菜 豆芽 妈咪呢 因为她喜欢吃豆芽 然后呢 我喜欢吃青龙菜 所以妈咪就很聪明 她就讲 这样不可能炒两道菜吗 对不对 所以呢Auntie Xiu呢 就2 in 1 这个呢 其实给我们上次炒那个豆苗 加那个豆芽的道理 所以呢 你之前没有这样子炒过的朋友啊 可以这样子尝试哦 就是呢 我们的这个 豆芽炒我们的青龙菜 我觉得味道也是一级棒的 所以呢 希望在我们的直播前的朋友啊 可以开始呢 在家吃饭起来 哈喽 Yelin 看到你了 我们今天呢 已经把我们的煎三色蛋 已经完成了 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豆芽 还有我们的这个青龙菜呢 炒到香气十足过后 我们就要准备下一道菜了 妈咪 下一道菜是做什么 空心菜 啊 空心菜 我觉得Jes应该会很开心 看这个空心菜 因为Jes讲哦 每次呢 看到Auntie秀炒这个空心菜哦 都觉得Auntie秀炒到很好吃 都炒到很漂亮 所以呢 我觉得呢 我们吃东西啊 还是很注重我们的 色香味俱全 看到吗 我们这个呢 咖喱鸡已经煮好了 可能Otrian你讲 我很久很久呢 没有吃妈咪煮的咖喱鸡了 应该差不多有三个星期耶 有吗 有哦 有哦 我觉得应该有耶 妈咪 你的呢 咖喱鸡没有三个星期这样久咩 他咖喱很辣 哇 我的爸爸哦 我给你看一下我爸爸做了什么事情 我跟你讲 爸爸哦 是我们最佳的帮厨 看到吗 刚才呢 爸爸就用我们的蒜米啊 蒜米啊 然后呢 放了我们的辣椒 然后我们的小葱头啊 然后呢 三个酱料呢 三个我们的调味料呢 香料呢 下去一直中中中中中中 中到呢 你看到吗 他已经均匀搅拌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去爆香这个 妈咪这个要跟什么一起煮 那个啦 空心菜啊 空心菜啊 然后呢 看到吗 我们爆香我们的 我们就要爆 我们就刚才把我们的蒜米啊 小葱头 辣椒呢 这三道要 这三道调味呢 下去爆 登登登登登登 你看中到这样子很漂亮吗 有哦 uncle很快哦 uncle是不用机器的 uncle喜欢用传统用来中的 我下次呢 给大家看一下uncle的那个玩具 长什么样子 哈哈哈哈 我们一年玩具应该很多人家里都没有了 现在的现代人都是用搅的比较快 不是吧 然后我们现在呢 加入我们的油 然后呢 放我们刚才已经 已经种好的 小葱头 小蒜头 还有我们的辣椒 下去爆香啦 然后呢 我们继续爆香它 看到吗 有没有觉得uncle的爆香的技术呢 很快速 然后加多一点油哦 因为呢我们等一下呢 要爆香我们的 什么菜 空心菜 空心菜 妈咪 Jazz讲哦 他很喜欢很喜欢空心菜 对咯 Jazz我们跟你一样都喜欢吃妈咪炒的空心菜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把我们的这个香料呢 爆香后 我们就要倒入我们的空心菜了 而且我爸爸今天跟我们讲哦 每次他洗空心菜呢 至少至少呢 要洗三次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我们的空心菜有很多沙很肮脏 四次 我的三姐讲四次 今天他洗了四次空心菜 他说呢 确保呢 我们没有沙 然后没有泥土 在我们的空心菜里面 因为呢毕竟在家自己吃呢 尽量呢都是吃到比较卫生啊 然后呢也比较注意我们的健康 还有注意我们的安全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酱料爆香后 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倒入我们的空心菜下去爆炒 我相信呢 看到阿姨秀呢 在直播前面呢 主过空心菜的朋友一点都不陌生 因为阿姨秀呢 真的很会炒菜 那我今天特别呢 打广给大家看哦 我站这个位置比较好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更清晰一点 这个位置比较好 mami 囉 看到吗 阿姨秀呢 在我们直播前面又炒我们的空心菜啦 而且这道菜我跟你说 我自己本身非常爱吃 然后跟Jazz一样 我也是很喜欢很喜欢吃我们的空心菜 然后我们现在让Auntie Sue 继续爆香我们要炒我们的空心菜 很简单 我们就加了我们的小蒜头 辣椒 还有就是爆香过后 才加入我们空心菜下去爆香 然后爆炒 然后Uncle有跟我们分享 刚才他洗了四次 这个空心菜Uncle说他洗了四次那么多 所以记得买空心菜回来炒的朋友 还是要注意到整个卫生 Uncle很建议大家记得要洗很多次 因为它的里面会有很多泥土跟沙 如果你没有洗干净的话 等下你吃的时候就会有 啪啪啪啪啪的声音 因为为什么咧 妈咪为什么咧 吃你傻啦 吃你傻 不然我跟你讲 有时候跟妈咪互动很辛苦 因为妈咪慢翻牌 哈哈哈哈 我妈咪是慢翻牌的也是我跟她讲冷笑话哦 我自己在那边讲冷笑的 讲在那边笑的妈妈一点都没有笑容 因为妈咪在想我下一道菜我要放什么放什么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空心菜已经快速炒起来了 看到吗 我们空心菜呢今天也是炒到很漂亮 当然今天呢 Auntie Hugh呢 直接让Uncle把我们的辣椒呢 直接放在我们的这个小葱葱跟爽少头呢 一起去盅它 盅到呢它均匀 均匀搅拌后呢 我们才下去爆香 所以呢你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呢 以最快的方式呢煮你的那个香料 然后我们现在让Auntie Hugh弄美美一下 Auntie Hugh呢是有要求的 她自己哦炒这个空心菜哦 她一定呢需要排美美看到吗 我觉得妈咪 你那天切那个小那个大辣椒哦 放去炒比较美的 会吗 比较红啊 比较红哦 今天的这个红没有这样红 可是今天的红哦感觉很辣耶 会吗 我嗅到很辣啦 我觉得Jazz哦 每天看你煮空心菜 他怎么现在吞口水 就在讲他很喜欢吃那个空心菜 没有吗 你们喜欢吃空心菜吗 你们喜欢吃空心菜呢 记得呢 多赞Auntie Hugh呢 Auntie Hugh呢 下次再煮多几轮给你们看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妈咪呢 20秒洗锅哦 妈咪 你现在要煮什么 耶 煮我们最后一道我们的麦片侠 老虎 刚才呢 刚才呢 在我们直播前面的朋友啊 有看到 我秀你们看哦 到底呢 这一个虾呢 到底有多大字 我给大家看一下哦 刚才miss掉的朋友 不用担心 没有 一人一字 爸爸 我买了一人一字吃大字的 所以妈妈讲一人一字 比较容易算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 Hugh20秒洗锅 然后我们就加入我们的油 然后呢 就加入我们的老虎侠校去爆香 也不爆香 我们现在去油炸 Auntie Hugh呢 今天我相信他的那个整个侠呢 应该会炸到很漂亮 为什么呢 因为Auntie Hugh今天的虾 真的真的很大字 妈咪 你的老虎侠呢 然后我们现在呢 加入我们的油 让我们的油呢 温 温 开始温热过后呢 才把我们已经洗干净好的 那个老虎侠 放下去 哈喽 宝家 哈喽 大姐 今天讲我真的很喜欢吃空心菜 我也很喜欢 没有 这个是放那个butter的 然后呢 给大家看一下哦 到底我们的老虎侠有多大字 我们刚才呢 像我们之前Auntie Hugh有分享过的 我们就是呢 加入我们的这个酒 白酒 或者米酒 然后呢 放入我们的盐 然后给它腌制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有没有很大字 你看我的手 跟我的这个侠 妈咪 你的老虎侠真的很大字 你看到吗 我的手 哦 有吗 哈喽 妈咪你的脸来一下 哈哈哈哈 你看妈咪 你转过来转过来 你看这个老虎侠 跟妈咪的脸一样长一样大字 我今天特别买大字一点 然后我们一人吃一只就好了 不然的话呢 我上次买太小字哦 妈咪杀到很辛苦 所以这一次呢 直接买那个一只大大字的就很方便 对不对 然后我们今天呢 还特地呢 Auntie Hugh呢 已经腌了我们的米酒 跟我们的盐啊 一个小时后呢 我们现在叫下锅油炸啦 然后我们加入我们的玉米米 玉米粉也是我们的玉熟熟粉 玉米粉呢 加一点盐 味噌 然后呢 跟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粉呢 均匀搅拌一下 搅拌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腌制好 一个小时的那个米酒 加盐的这个霞呢 然后抹上薄薄一层的这个 我们讲的玉米粉 或者是叫生粉 或者是叫玉熟熟粉 然后呢 我们就抹上去 然后Ami刚才加了一点 我们的这个胡椒粉 所以这个粉呢 我们加入我们的盐 我们的味噌 加入我们的这个胡椒粉 然后呢 跟我们的这个玉米粉呢 均匀抹上一层就可以了 看到吗 有没有很漂亮 感觉到真的很大只耶 妈咪我的手跟它比起来 这个这个真的是很大只 我买过最大只的那个老虎侠了 我好像买差不多 五十八还是五十九一公斤 我没有记错的话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吗 Ami就还可以把她的身体 拨开一下 然后呢 然后呢 放了我们一点盐哦 下去炸 我跟你讲 等一下炸上一定很美 因为它的那个 虾会开掉哦 里面呢 就薄薄的一层那个 妈咪 Jazz讲 哇 这么大只 她问我在NSK买的是吗 是哦 我今天在NSK看到很大只 我就快点买回来给大家 煮给大家吃 妈咪煮给大家吃 然后呢 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大大只的老虎侠呢 我们就放下锅 慢慢油炸 今天Auntie秀应该会炸很快 因为呢 今天很大只哦 而且呢 可以慢慢的 呦 妈咪 你的火 怕人 然后 然后呢 因为它有水分哦 所以你们记得炸侠的时候呢 要很小心哦 不然就会像我这样哦 那边边喊 边看它喷哦 然后自己在那边吓自己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老虎侠 妈咪我觉得你要四只四只炸 真的要四只四只炸 因为呢 我觉得它不够大 它的锅很小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加入我们的老虎侠呢 抹上薄薄一层的生粉过后 我们就下锅油炸啦 看到吗 我们的这个呢 我们的这个整个漂亮的这个老虎侠呢 又大又美哦 而且今天买的时候我又买觉得它很新鲜 我大概应该是买大概 五十八到五十九一公斤 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大概买了一点多公斤 因为呢 我大概算了 我买了一人吃一只的话 应该是够吃耶 因为我不吃嘛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老虎侠呢 放下油锅 妈咪不能在家了 已经满了 你看 多少只就满了 我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 看到吗 五只的老虎侠就满了 三次 哈 妈咪说 我觉得放四只耶 妈咪 五次有点勉强 三次吗 五次三次哈 应该总共有几只 妈咪讲我们今天买了十五次 所以呢 它要分五次五次炸 炸五三次差不多 妈咪我发现了 为什么你每次炸香的时候 就很多网友进来看啊 好多啦 不知道耶 我发现你每次煮海鲜的时候哦 特别有网友哦 会进来看你煮海鲜的 好多啦 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妈咪讲 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吃海鲜 可是又不懂怎样子煮 所以比较喜欢看auntie shoe煮 对不对 然后呢 喜欢吃老虎侠的朋友啊 喜欢吃侠的朋友啊 今天呢 我在NSK买的这老虎侠 真的真的很大只 一只我猜应该有八十gram左右啦 所以呢 我今天买了大概十五只 auntie shoe呢 放五只下去呢 慢慢去下去煎 然后呢 喜欢吃我们的老虎侠的朋友 或者喜欢吃侠的朋友呢 看了auntie shoe 等到在菜过后呢 可以再加你呢 动手煮起来啦 然后呢 我现在呢 把我的镜头拉靠近点 所以呢 你们可以看到呢 更靠近的镜头呢 我们的老虎侠的全部的全记录哦 登登 有没有很漂亮 我们的老虎侠 当然呢 喜欢吃侠的朋友 现在看了auntie shoe煮了过后呢 在家快点去买啦 买了过后呢 可以煮到香烹烹的一道道的 卖片侠给你的家人们吃 妈咪 他讲便宜嘞 每次我去NSK都看到60 有时候看到65啊 买死的吗 65多的 嗯 JES不一定耶 可能你要看一下 有时候可能他的市价有一点调整 没有啦 没有没有 今天我去买的时候有调整 哎呦 妈咪讲吼 妈咪讲活的好像65 买到呢 刚刚死的那种 所以呢 很像买到58 59左右 所以呢 看 还是要看timing啦 妈咪 JES讲哦 auntie炸什么东西都喜欢看耶 因为auntie shoe炸什么都很漂亮 妈咪 我觉得每个网友都知道你炸东西很美 我跟你讲 妈咪炸那个sotong也是很美 炸我们的那个老虎虾更美 然后呢 他炸那个豆腐也是很漂亮 我觉得妈咪很值得炸东西耶 妈咪炸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fish chip也是很漂亮 我也是很喜欢 看妈咪炸东西 妈咪很香哦 那个辣那个 我嗅到那个 虾的味道了 哦 那个虾糕的味道啊 有很漂亮耶 妈咪你今天那个虾炸到整个开出来耶 有没有看到auntie shoe炸的这个虾 香烹烹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 shoe呢 把我们的这个虾 放在旁边 五只慢慢的炸 然后你们要不要看靠近一点 我给大家看看靠近一点哦 我去洗手一下 然后auntie shoe JES讲很喜欢看你炸东西耶 我也是很喜欢看auntie shoe炸东西 我觉得auntie shoe炸东西呢 很漂亮 就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呢 auntie shoe呢 继续炸我们的老虎虾 诶 干嘛剩三只 然后呢 剩三只而已 剩三只哈 这样你就分四跟三哦 不要这样赶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我们的老虎虾呢 已经差不多炸到七七八八了 妈咪我觉得你不要炸太久耶 会不会等下炸太熟 会吗 不会啊 今天不用炸太久了 我剖开了 哦 你剖开 不用炸这样久啊 然后auntie shoe呢 今天把我们的这个呢 老虎虾剖开哦 所以呢 它的颜色炸到很漂亮 妈咪 Suchili auntie讲 没有看过你炸豆腐哦 有啊 是不是 有啊 我偏不炸豆腐耶 刚才炸了 她没有进来看到啊 有有有有有 Suchili auntie 因为auntie shoe呢 每次炸那个豆腐呢 都是在最前面 最前面的那个分钟 所以呢 可能下次你要提早进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auntie shoe呢 怎样炸它的豆腐 很快的就过油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老虎虾呢 已经陆续的开始变成红色 所以呢 应该是差不多熟了 然后给auntie shoe拿上来看一下 妈咪 你的那个老虎虾真的炸到很漂亮耶 我觉得哦 网友在前面应该在吞口水耶 你们觉得auntie shoe的这个老虎虾炸到没吗 我跟你讲哦 其实呢 我家呢 我的爸爸跟我是不吃虾的 但是呢 我家的Greggly呢很爱吃 Eric也很爱吃 然后呢 Michael也很爱吃 Arian也喜欢吃 Yuki也喜欢吃 所以呢 当然 偶尔要煮一下我们的这个老虎虾给大家看啊 大家也可以轻轻松松在家里呢 炸一道美味又漂亮的老虎虾 然后同时间呢 可以自己在家呢 怎样开始动手炒我们的这个麦片酱料 看到吗 auntie shoe哦 炸起来的这个虾还倒立的 妈咪 我第一次看人家的虾是倒立的 太大肆了 太大肆了 你看妈咪讲 买到这样大肆 你看啊 那个那个虾还倒立耶 我是因为大肆买它 可是妈咪complain我买到这样大肆 我跟他讲 一人吃一只刚刚好 不用蒸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呢 炸好的这个老虎虾呢 放在旁边 备用 然后我们现在呢 刚才刚刚进来的朋友啊 要学习怎样炸我们的老虎虾 可以再看多一次哦 然后呢 我们就是呢 加入我们的这个 酥 啊 玉米粉 玉米粉里面 加入我们的盐 加入我们的味噌 然后呢 加入我们的胡椒粉下去 均匀搅拌哦 搅拌过后呢 我们把刚才已经腌制好 一个小时的这个老虎虾呢 跟它均匀搅拌 抹上薄薄一层的生粉 一层一本层薄薄的这个玉米粉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虾呢 我们到底腌制了什么 我们只是加了我们米酒 还有我们的盐下去腌制一个小时 腌制后呢 我们在下锅油炸前呢 Auntie Sue呢 就跟我们分享 我们就要薄薄的抹上一层 我们的玉米粉 这个玉米粉呢 Auntie Sue刚才已经加了我们的味噌 盐 还有我们胡椒粉呢 均匀搅拌在我们的这个玉米粉里面 然后呢 就这样子哦 抹上薄薄的一层 然后呢 我们就加入我们的锅材油炸 Suchini auntie 讲你没有早早叫我 哈哈哈 Suchini auntie 不用担心 然后呢 每天六点钟 我就叫妈咪 不要 我跟妈咪讲 你如果明天煮豆腐的话呢 先叫Suchini 我今天有煮豆腐 妈咪 再讲一次你煮什么 桑桑豆腐 Suchini auntie 明天呢 妈妈会煮桑桑豆腐哦 所以呢 你记得 六点的时候 准时守住auntie秀的人气直播 美味秀 然后呢 auntie明天呢 六点准时呢 给我们示范 怎样炸我们的豆腐啦 然后我们现在呢 回来我们的侠 我们的老虎侠呢 应该是到七七八八的 我觉得哦 这个老虎侠很漂亮耶 妈咪 这老虎侠美哦 炸到 颜色很美耶 你的老虎侠竟然可以大大大了 妈咪 Suchini auntie讲 今天又主持了 好料在后面 是咯 Suchini auntie 你懂为什么吗 他们看了 会吞口水没有的 妈咪讲哦 每次呢 要把好料放后面呢 因为你们会别看别吞口水 所以呢 特地把好料放后面煮 外面那些也是一样啊 我更加 妈咪特地把那个好料放后面呢 也是因为哦 避免我们的家人们一开始就偷吃了 是吗 妈咪 你怕他们什么 偷吃 偷吃哈 你看到auntie秀的那个虾放在几眼 就是怕他们偷吃 哈哈哈哈 我的妈咪哦 现在会预防 怎样防止他们在家偷吃 妈咪多这几只 十三只哈 所以我们就炸 五四四对吗 五四四四炸 妈咪 开月讲他hungry了 哦对哦 sensei and auntie 你今天是真的是很列算时间 我们现在呢 已经七点多了 auntie秀呢 还在砸着我们的老虎虾 然后呢 喜欢吃老虎虾的朋友 记得可以去nsk买哦 然后呢 大大只哦 今天我去买很大很大只 然后呢 就可以在家轻轻松松 洗干净你的虾后呢 沥干 然后震你的米酒 放一点盐下去浸泡一个小时 腌制一个小时后呢 在我们上锅油炸前 就像auntie这样子 准备我们的玉米粉 加入我们的味噌盐 还有我们的胡椒粉 然后均匀抹上薄薄的一层后 我们就下锅油炸啦 然后今天的那个 我觉得今天炸到很漂亮耶 妈咪 很美哦 烧啦 烧烧 你看妈咪哦 还可以帮他倒立一下 他的头很大 感觉很像大头侠耶 这个 老虎侠看起来很像大头侠这样 会嘛 阿咪的大头侠已经差不多好了 登登登登 我们的大头侠 我们的老虎侠 然后呢看到吗 炸到很漂亮 而且他开盖过后 你看 阿咪转一圈 很难地去转一下 然后拍他的侠 看不到 那你放这边 你放这边 我帮你拍 这个就是我们炸好的老虎侠 有没有很漂亮 BK的妈咪有没有看到耶 她就在哪里 BK的妈咪 你有在线上哈 我们他讲你有在线上 看我妈咪煮那个煎那个老虎虾 炸那个老虎虾 BK讲他吃不到啊 然后他讲他要等到 回来马来西亚 来Auntie Sue的家吃 Auntie Sue讲 等你回来 我们应该是收工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的这个老虎虾 有没有很漂亮 不知道耶 我看一下啊 我不知道哪一个是BK的妈咪 BK的妈咪 记得跟我们说嗨一下 所以呢我们知道你在线上 可以跟你打招呼 当当当当当 看到吗 我们呢 漂漂亮亮的这个老虎虾呢 就炸好 嗯妈咪很恐怖 他会怕我们 然后呢 我现在呢 就让Auntie Sue呢 继续炸着他的老虎虾 同时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老虎虾的颜色 有没有很漂亮 然后呢 凯月说 I'm hungry 妈咪 Suchili讲 Suchili讲 我一亿个字 自按就没有看到 不用紧 SuchiliAuntie 我明天呢 妈咪吼 我叫她等到你进来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呢 才开始炸她的豆腐 OK 这样你明天就会看到Auntie Sue的豆腐啦 Hello 凯月讲Auntie好 她讲BK的妈咪在线上看你做 因为Auntie 然后呢 如果你们知道哦 有认识Auntie Sue的朋友 不用紧 你们不要害羞哦 可以在我们线上呢 跟我们打招呼 所以呢 我们就知道你在线上啦 Hello Swing or Sim 写Hi 妈咪 Swing or Sim啊 是吗 妈咪 Swing or Sim是BK的妈咪跟你说Hi 是吗 妈咪没有跟她们讲 Hi BK妈咪讲BK 那是我们去旅行的 妈咪没有去妈咪呢 咪那时候没有去 然后BK妈咪过我们去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吗 我们的侠呢 已经在我们的线上 砸到很漂亮很美了 OK SuchiliAuntie 明天等你 然后呢 Arin讲 Nice brown哦 很漂亮 Arin还跟那个BK妈咪讲 Hello 很久没有看到大家了哦 我们自从呢 去年开始 就没有看到BK的妈咪了 然后呢 上次看到BK的妈咪 有 我知道 Arin 阿凯月讲是BK的妈咪 我才知道是BK的妈咪 然后下次呢 你们看到Auntie秀的直播啊 不要害羞哦 可以跟我们线上的打招呼 所以呢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啊 然后我们今天呢 我们的侠 已经大差不多 炸到七七八八了 然后呢Auntie秀呢 就要煮我们的麦片 然后呢 加入我们的Butter 我们的这个Butter 然后呢 我们的牛油 然后呢 跟我们的这一个麦片 一起爆虾 然后加入我们的香烹烹 还有我们的老虎蛇下去 爆炒 翻炒 就大功告成啊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呢 炸我们最后一轮的 最后四只的蛇 妈咪 你这个蛇一蘸一漂亮耶 很美哦 这个蛇的颜色 看到吗 我们的这个蛇呢 已经香噴噴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应该差不多熟了 应该差不多熟了 美女不要煮太熟 熟了熟了 然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蛇 放上锅啦 登登 我们的蛇哦 炸到很漂亮有吗 我们的Jazz每次讲 很喜欢看Auntie秀炸东西 都觉得Auntie秀呢 炸的任何的东西呢 都觉得很漂亮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蛇炸好后呢 我们就放在旁边备用 因为Auntie秀呢 就要快速的去洗它的锅 然后呢 我们就炒 就炒我们的麦片酱料 我们今天呢 麦片呢 用我们的A1的牌子 给大家看一下 爸爸 那个A1的牌子 那个麦片的那个籽呢 首先不是放这边啊 在哪里哦 爸爸丢掉了 妈妈 咪咪丢掉 是吗 对对对 噔噔噔噔噔 今天呢 这个就是我们用的 这个麦片 炸的即食酱料 我们那一天呢 用了must food的牌子 没有那么好吃 所以呢 我们今天用回A1的牌子 把回去 然后呢 我们今天呢 用回我们的这个麦片牌子 我现在放回去了 然后我们现在呢 看到Auntie秀 要加入我们的牛油 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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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呢 已经会开始煮这道菜 我觉得 可是呢 我还是会叫妈咪煮 因为我很派杂的 不要 我觉得我不适合煮东西 我不要适合拍妈咪煮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牛油呢 放下去我们的锅 给它加热 然后过后呢 加热好的那个油呢 牛油呢 给它融化过后 然后我们才加入我们的麦片 下去爆香它 当当 有没有很漂亮 我们这个霞 我们的这个霞呢 我们已经蒸 我们已经煎好 过后呢 炸好呢 在旁边备用 备用的同时呢 Auntie秀呢 现在呢 就加入我们的这个牛油 下去锅里面 给它融化 然后我们就加入我们的麦片 妈咪的麦片 我加这个啊 妈咪呢 先加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咖喱叶 妈咪为什么要加咖喱叶呢 香啊 比较香啊 妈咪说呢 加了咖喱叶比较香 所以呢 我们特地加了咖喱叶 然后呢 我们的牛油呢 就下去呢 爆香我们的咖喱叶 登登 然后再加一点辣椒 下去爆香 然后记得 如果你本身呢 不会很吃辣的朋友 不用紧 你就呢 简简单单呢 放我们的这个 哦 不要放辣椒也没有关系 不要放我们的咖喱叶也没有关系 不要放我们的咖喱叶也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现在呢 放我们的葱 然后呢 放葱下去 妈咪为什么要放葱叶 妈咪为什么要放葱叶 我自己也都忘了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啦 妈咪讲因为那个颜色等一下才会漂亮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把我们的咖喱叶 还有我们的这个 辣椒 还有我们的葱 然后放下去 爆香 然后呢 当然最重要的 Auntie Susan要做一个重要 重要的一个一个动作了 爆香锅要放什么呢 就是放我们的麦片啊 妈咪你的麦片呢 在这边啊 妈咪呢 今天用我们的A1麦片匣的即食煮料 因为那时候呢 我们用的另外一个牌子 Must food哦 我们都觉得味道没有那么好吃 所以呢 今天呢 再尝试用回我们的A1麦片匣 即食煮料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爆香好我们的这个 咖喱叶啊 辣椒啊 还有我们的葱啊 然后呢 我们就要熄火 熄火后呢 我们就快速的加入我们的这个麦片呢 下去的均匀翻炒它就可以了 Auntie秀说呢 记得在加入麦片前呢 记得要熄火 不然的话呢 等下你的那个整个麦片就黑黑了 然后呢 就快速的这样子 跟它均匀炒就可以了 看到吗 然后呢 当然就加入我们的老虎 下去呢 均匀搅拌 当当 感觉呢 今天的那一片虾可能要放两包 哈哈哈 够了哈 这样子就够了 然后看到吗 我放这个角度 你们给它看得到Auntie秀想法 有没有很漂亮啊 Auntie秀的这个老虎霞 今天呢 特别加入我们的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 咖喱叶 然后加入了我们的这个葱 加入我们的辣椒 然后下去呢 整个颜色也是很漂亮哦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秀呢 均匀的翻炒一下 这个倒菜呢 我觉得 喜欢吃虾的朋友啊 可以其实在家做尝试煮这道菜 然后我觉得很香耶 那个咖喱叶的味道很香 很适合呢 跟这个麦片一起煮 那Auntie秀呢 要摆美美的 Auntie秀是有要求的 她每次呢 煮完一道菜过后呢 她就要摆到漂漂亮亮 所以呢 等一下也可以拍漂漂亮亮的照片 给我们的网友们看 然后我们现在呢 一只一只 把我们的这个老虎霞呢 摆上去啦 当当 喜欢看Auntie秀煮饭的朋友 喜欢呢 还有尤其是新手们呢 Auntie秀呢 就让我们用简简单单 轻心轻松松松的方式呢 在家煮一道美味佳肴 记得 如果呢 你是第一次煮这道菜的时候呢 在炸你的这个老虎霞的时候呢 记得记得要注意安全 因为呢 这个老虎霞 我刚才看Auntie秀炸的时候哦 他一直喷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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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记得煮这道菜的时候 要注意安全 有没有很漂亮 如果你们觉得很漂亮呢 给Auntie秀呢 点赞点赞再点赞哦 妈咪 先生六也是比较喜欢自己调味麦片 跟你一样 妈咪也是一样咧 妈咪喜欢买那个麦片哦 然后回来自己调味道 哈喽 哈喽 舒青你给我们讲 拜拜 明天见呢 Jazz Jazz讲真的流口水了 我们看Auntie秀这样煮哦 Auntie秀呢 其实我觉得很担心她 等一下她的那个 胆固醇飙膏 哈哈 然后Auntie秀呢 要把我们剩下的这个 酱料 我们的这个香料呢 灵放在 撒在我们这个老虎虾上面 有没有很漂亮 妈咪 我觉得你的蝶好像很小这样 对哦 蝶好像很小 有没有很漂亮 妈咪 我觉得有跟我们在外面吃那个 那个厨 那个餐馆的很像 哦 很像餐馆炒起来的那个 那要多少钱 餐馆不用多少钱耶 可是我买这个虾很便宜吗 60多块耶 total 然后我们现在呢 让Auntie秀弄到美美了 妈咪 很多网友跟你赞赞赞赞赞赞耶 然后今天就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啦 我们的麦片侠呢 也大功告成 然后呢 在我们节目 节目尾声呢 就让我们的Auntie秀呢 把我们剩下的这个麦片呢 弄感情一下 因为她要放在这个碟上面 然后Auntie秀呢 就要给我们做她的 招牌动作 登登 Auntie秀不放进去哦 拜拜 天丁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餐 Have a good dinner er hey 拜拜